抓好之後我們這個有黃色的葉子 就是因為它有生病的 那昨天來世家一頂竟然大學教訓 從口口鼻起來 對著腳白孫農下去產理 學生要如何整理腳白孫 保理一名腳白孫農 特別提供機會 讓這些學生 用教教心態介紹保理 射出名63 讓這些學生孩子知道 這位基大學生來的時候 我如果算是因為 要等人來整理 可能這個訪問比較高 所以我如果是用過 教育心態 那像說我們體驗 我們這個空間 還可以穿下去之後 整個月可以豐收 和播種 怎麼去知道 它是哪個部位 是最好的種苗 把你的手伸到水裡面去 把你的手伸到水裡面去 拿到腳白孫的材料 穿下去土裡面 雖然整個手跟腳都會摸到土 不過這些學生孩子 也都生得很開心 因為腳白孫 在他們的國家並沒有生產 可以透過來保理 達成的機會 去看看這種作用 好好的主題 也讓他們感到很辛苦 我們基大馬就靠近那個 什麼什麼 淘米社區就有這個 這個腳白孫 我們就來在這裡體驗 就很特別 在我們那邊就沒有這個 腳白孫 腳白孫這種作物 我覺得這一次 這一次是很特別的經驗 就是我之前都沒有到 就下過天的經驗 然後這是第一次 然後很感謝老闆 老闆對我們很親切 對 然後這個經驗很好 大家本港合作 將腳白孫種的好事 一邊算一邊做事 充滿著趣味 農民為了要讓學生孩子 可以輕鬆體驗 將腳白孫的感覺 又特別將餐廳裡面的土 減酒 拼命他們的雙腳 黏在土裡面 從中央大學來的時候 他們都是都市的小孩子 一到下到田裡的時候 全部都是連在那個田裡裡面 全部變成都是狗爬式的 最近來的時候 我是特別把那個田裡 沒有把它用的那麼深 沒有那麼黏 這種地獄的體驗外島 普遍受到學生孩子的環境 對著來到異鄉特色生活 老闆真好的會議 農民也希望 有關單位可以多多來提供 邀請大家最會來享受 這個農村的趣味 記者和記者 太后博多